《路加坊》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在里路上有一个人名叫西棉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尚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我所说的很多心理学 完全建基在所谓安慰药这种方式 总之来到医生面前 既然你付钱 那你当然是对的了 所有你身边导致你不开心的 个个都是错 总之找办法帮你开解 就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你会看到 真的使得个人很舒服 起码很愿意付钱 但问题是 那个人会怎样呢 那个人会更加在他的罪当中转下去 而这种安慰药教会 其实是非常盛行的 并且很多时候 通常是所谓教会界的大合一的核心者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 我自己初初接触这间教会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因为很适合一个学生 而实际上那间教会当中 刚刚开始 还没有说叫做 什么都会接纳的时候 这个就是后话 因为慢慢接触越多教会 慢慢接触越多人 接触很多其他城市里面 一些所谓大粒的游戏 要搞这些合一的能够成功 通常这种安慰式的教会 是适合一个小团契 其实不适合公开的 即是可以等于 适合医治一些病人 但不是适合等于 就是用来可以说 叫做教导真理 或者教导标准 因为任何标准任何真理 都会得罪人 都会伤害人 所以这种团契的模式 可以说大家好 你好我好 对内就绝对不要求 不说真理 对外就绝对以巴结方式 当然我年少无知 当时22岁半 就不太知道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真的 我可以说 当时我是最感觉到爱 甚至我学回香港头几年 这个令我很赞叹 因为当时没有那个问题 我都没开始分享真理 当时我亦事实上 我看了很多的圣经真理 亦事实上 甚至都没开始执行 到开始执行的时候 我就不能说 某些东西是对的 同性戀不可以对的 贪婪是不可以对的 人事糾纷 纷争结果 都是不可以说对的 但可能你们 意想不到 世界上是有些教会 是说对的 但这种模式究竟是 好吗 我相信最大的受害者 不单止是那间教会的记录图 最主要甚至是一个目者 所以当时我去到的时候 其中一个后期 我快和他们拒绝的时候 他们最接受的 就是其中一个 在美国城市教会的 一个总负责牧师 这个牧师 直成就是用这种形态 全部搞合一 什么都说对的 到最后 可以说完全失败 他没有办法搞教会的理由 很简单 后来发现是同性戀的 但在他来说 这些都是对的 但问题是 到最后当中 好死人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甚至上了报纸 上了传媒 和他犯奸淫的男记 都走出来说 结果他才没有办法 要恢复了 但我想你知道就是 我说的是 当时这个 实际上是 那边石瓶教会 其中最推崇的 一个牧师 我不是说 每一个牧师都是这样 但我意思就是 这个是会留下 很多地步 让撒旦去工作的 我不理会 这个牧师 当时搞的教会 真的超过一万人 是多大也好 但问题是 他的半岛的程度 他对很多人的信仰 破坏程度 是远远大于 他做了安慰药 多年 的一个侍奉方式 但仍然是那句 真的 我自己当年 在当中 我都很享受的 当然 因为通常在这样的教会 你做得对的 又会享受 做得不对的 就享受 享受 无条件提供的 这份友谊 和认同 无论你是 无论你是对 还是错 总之你肯 跟他们诉苦 当你肯 跟他们诉苦 你一定肯听 并且不断地告诉你 你是正确的 你是对的 当然 他用这样的杀种 在神的面前 他换到什么 他换到任何人走过去 都一样说他们是对的 所以在我 见证他们 开始教会 可以说 那段礼拜计的时间 但问题是 按着年月日 一路度过的时候 就开始发觉 很多怪人 那些狼 那些狼 来到的时候 当他们在这间教会 落脚的时候 都是发觉 一样说他们是对的 而当时我自己 真的可以说 连少无知 因为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教会 给我们对比 没有这个资格 去分辨 当时 并且我还没开始去行真理 不知道 当你行真理的时候 你只要去 起一个宗旨 你成为一个有宗旨的人 就其实不是 过一个这样的日子 但问题是 也是因为这样 学了一个很有趣的技术 就是 我是很容易引发 别人向我诉苦 然后我告诉他 他是对的 而事实上这一样 就导致我有机会 真的有一段时间 初初回到香港 接触很多牧师 都是用回这一招 而结果 真的从他们口中 听到一些 我完全从来没听过的 一些过去背景 这些资料 例如过去 关于复兴的背景 过去关于真道的背景 他们怎样发迹 我从很多这些 我以前的前辈当中 有些已经变成古人 从他们口中去听 甚至我甚至去找陈公子 总之 当时我听的时候 我发觉 他们全部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OK 是牧师 但是总之 我和他们聊完之后 我都在赵牧师身上学了一件事 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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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是对 真的全世界都 规待了你 得罪了你 当然我当然 不会这么笨用这些字眼 但无论眼神 听的时候的态度 都是这样做 OK 所以我去到真道的时候 我和他聊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么多 这些以前在他当中出现的 这些人 他们的坏话 他们的背景 而甚至最后 希望在那里存跡 好了 接着我去到复兴的时候 就会一样和鲍德宁口中 听到所有关于 陈公子的不是 各个问题 接着我去到邱青汉 那里 就会听到他以前和陈公子 在未发迹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因为完全是找回 和当时神给我的预言有关 我是找回当时真道的根 因为神告诉我 是真道的根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 肯自律 肯爱主 当时我没有想到 和我 和我有关 或者和我老婆 或者和展明夫妇 或者和全威 他们夫妇 有关 我没有想过 当时我听的时候 就是想着 我一定要找回他们 结果 听完这么多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一定要像 字幕师一样 我不可以作评论 我听了之后 总之他们全部都对了 当然 你听一两件 这些可以这样做 但你搞教会 搞到这样 其实最后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招惹回来 当然 如果我们没有标准 那就没问题 但没有标准 不是我信仰的起点 开始我想着 安慰和标准 是可以平存 但到最后 我发觉 无论怎么做 你都一样会令人失望 只要你的生命当中 拿着一个标准 只要拿着一个标准 除非你是完全不拿标准 哪个人 他就是对的 但当你教会 一路一路大的时候 一路一路我去教很多的真理的时候 尤其是最震撼去看这本 Pacebo 安慰药这本书 可以说 令我真的可以说 可以说洗心革面 当然 这个不是我自己 原意所出来的错 因为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种事奉方式 实际上这种 我很欣赏 赵牧师 他会用这种的态度 这种方法 甚至我真的去用过 但问题 当我慢慢去看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 在我自己事奉当中 有一样东西 是不可以并存的 就是我不可以掩住良心 为了我的成功 为了我保护自己 为了别人的认同 因为我对别人认同的话 那自然别人会 怎样 杀中的比喻 他会给他的认同 大家发觉 原来你拿着圣经的标准 你不可以这样做 即是我在这件事当中 洗心革面的话 于是乎 你向好人去认同 对坏人认同 那坏人会给你什么 坏人会给你不认同 那你记住 你对好人不认同 他们会静悄悄地受伤害群 你对坏人不认同 你敢不认同 你看看石安我们教会的经历 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一直这么多年 当中我自己看了 都会心微笑 因为很多 很多这些 要是被我们赶出去 要是被我们管教 出事的走出去 全部都可以成为下错合一 去找加拿大石安教会 OK 那这个再我来说 没所谓 因为本身那些人 我都不会再给他们回来 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 也真的有这份回心微笑 因为真的 无论是一个人 因为做好也好 或者做错也好 真的他们想找安慰的话 始终他们都会找回这种教会 当然他们在这些教会当中 得到安慰的时候 他一定会说给他身边 识的人听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这样做是否对得住我们的良心 这样做是否对得住神 这个就是在当年里面 我回来香港 开始教会几年之后 所发言 到最后我发觉 这种来者不拒的方式 去到Whisler的时候 我就发觉真的不行了 因为在那里 就如我所说 我看到David Robinson所预言 在教会的其中一个 就开始跳裸舞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在永生这路径千尊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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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宗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